欢迎收看司马会客厅 80后青年学者卢克文自己一直很低调 他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个表书上有特点的 这么一个网络上的写作者 他现在有过宏伟的计划 取名叫万里江山图 准备走遍祖国很多城市 现在已经走了七八个省市了 每到一地了解地理人文带着问题去研究 比方说这个地理因素的影响 史上出国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先富或者为什么现在不富 那先富的怎么带动后富 后富的怎么能够赶上先富的 这在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框架当中 属于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民族复兴的非常重要的逻辑线条上 卢克文用脚来做文章 用脚做文章和在调书带 然后几个概念逻辑来逻辑去写文章 拿什么讲 这完全是不同的套路 用毛主席的话说 别看他是网红 但是孩子非常低调 相反我比较嘚瑟 所以我就一直浅薄 浅薄的人怎么办 一个浅薄的老头 遇到一个深刻的80后 我们只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向他学习 上一期呢 卢克文跟我们讲了 他在一个朋友的谈话当中 突然间有一种领悟 那朋友问到的问题 是为什么湖南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精英 甚至三分之一的革命精英都出自湖南 原因是什么 他在这个问题上 扣问下去 发现了一个研究的思路 这条思路又和江西连起来 于是他在考察完了湖南 写了关于湖南的长篇重磅文章之后 又去写江西 江西的研究 让他思路大概 上期还没收完 刚讲到赣州 时间就到了 这期我们接着向卢克文请教 在江西的研究过程当中 赣州这个地方的这个发展 以及潜力 给你什么样的启示 最近你注意到 统计局有一个通报啊 有个公告啊 说最近大城市有七个 特大型城市 超大型城市有七个 特大型城市有几个 好像十几个 还负成级城市 是吧 赣州这个城市 在你看来 它发展的前途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赣州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好像现在是 三千六百亿GDP吧 根据我的 我自己的 因为赣州本来是 不怎么富裕的 根据我 我跑全国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认知啊 就是一个城市 如果到三千亿GDP 那这个城市就还可以了 就还过得去了 一定要三千亿是个卡 然后到五千亿 就在国内算不错了 就是我的直觉 这个没有规律的 这是我的直觉 然后赣州现在是 三千多亿 它一下这几年 涨得很快 好像是从两千多亿 涨上来的 一下涨到三千六百多亿 还是 就它破四千亿 应该很轻松 就四千亿GDP 然后那个GDP 怎么创造的呢 就两部分吧 一部分是 大点的投资 就是对于中部的投资 因为十四五期间 十三五期间 我们对整个中部省份的 国家发展银行 一共投了 三二点七万亿 然后这个十四五期间 现在计划中是两万亿 但可能会更加增加 所以整个中部各个城市都要收费 在这个收费的过程中呢 赣州作为副省级中心 它虽然是 它是单边吧 副省级中心 所以它就更加在投了更多的 更多的那个钱 它赚到的财务 财政支出是最多的 所以我估计赣州大概在五年之内 它可能就能破五千亿了 就能破五千亿 如果破了五千亿 它就会开始直追南昌 那么后面的话 因为南昌好像现在才六千多亿吧 好像是 南昌还是比较不太高的 那么赣州将来有可能 我根据我的估算 它的极限 它的极限可能是江苏禅州的水平 有可能 江苏禅州现在是七千多亿 八千亿 七千八百亿 可能到这个地步吧 所以赣州未来还是比较可期的 因为这样大规模的投资 各种资源还有物产的转移 然后这个整个的 在整个江西的建设里面 是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构成的 对江西的建设 第一个就是江西的铁路建设 在2014年之前 江西是没有一条高铁的 一条高铁都没有 从2014年开始 国家就开始发力 就知道 也必须让江西盘活起来了 在这就看出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所谓 举国体制 全国一盘旗 对 先赴带动后 国家力量 这个优势 小国就不说了 就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 我们这个国家治理的这个模式 举国体制明显优越于 各州独立 谁都不尿的那个体制 对 他除了高铁以外 江西还有另外一个很重的命脉 就是浙干越大运河 浙干越大运河 如果建成了以后 就从浙江的前潭江 延伸到渤阳湖 修一个大运河 生个运河出来 再从渤阳湖往下 到那个 干江的最下面 连接到 广东 珠江水系的真水 就把它连接起来 上下 各两个运河 一修好之后 就把 黄河 长江 珠江 连通了 中国三大水系 全部连通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新的金含大运河 这个是计划当中的 还是已经规划了 已经准备干了 已经到最后 最后快要拍板的这个阶段 就到 如果开工的话 现在看了一下 这个投资大概要花到 一千 这个总投资要花到 三千五 三千五百亿左右 三千二到三千五百亿左右 然后要到二零三 那这相当于 喜家印欠国家钱的 百分之十分之一 如果这个 这干越大运河 建起来之后 江西就多了三亿吨的一个 那个货物流量 就三亿吨一年 就 那么整个江西就有 又像以前一样 它以前有水稻 以前是叫 干江水稻 那现在我又有水稻 它又有高铁 那么它又有矿 而且它的位置 又刚好承接 各个省的一个中心地带 所以我个人估计 就是江西的发展 已经没有问题了 就整个江西的发展 你家有矿啊 有 对 你家有水啊 水就是财 你家还有什么 你家还有高铁 全有了 风水先生没见过高铁 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 反正是 交通 所以我估计 以我估算 江西现在 它现在追乎的 还是有点困难 因为起点太低了 它现在全国GDP 是前第15名吧 再说一个规律 中国GDP的规律是什么呢 前13名跟后面的差距很大 前面13名跟后面的 是形成一个巨大的差距 就很难跨越的 所以江西在15名 其实跟在第10名的 第9名的湖南 还是差得有点远 就看起来 这个数据看起来还远的 还是慢慢追的 主要还是总量太小 还要慢慢追 所以 但是这些要点都打通以后 江西在未来 10年到20年之间 它是可以发力的 它是可以慢慢的爬上去 所以江西还是 不会像现在这么 相对来说 相对其他个人来说 有点激贫激弱的感觉 但是他已经看到希望 所以我对江西还是觉得 我看完江西的发展之后 我还是觉得挺欣慰的 请教一个问题 江西的这个发展 比方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 作为一个调研者 经联系者去了之后 你从什么渠道 获取这样的信息 获取信息 你怎么把整合这些信息 然后形成这么清晰的认识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就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首先是根据我的经验 当地最懂当地经济的 三拨人 第一拨就是当地最懂 当地的做实业经济的 就比如说开厂的 他们最懂 因为他们要来开厂 就要研究当地也没跨 当地的交通怎么样 成本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是当地开工厂的人 最懂 你不能到这边 随便找一个卖水果的 或者随便找一个卖包子的 他们真的不懂 他们在生活二三年 人都不行 卖莲屋都不行 他可能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年 但是他真的没有宏观数据 他没有钱几个 这是第一个 就是找当地做实验的 第二个 找当地的房地产老板 为什么是房地产老板 因为他们 这个房子能不能卖出去 他们要去研究 当地的人收入是多少 然后多少人能拿出钱 买他的房子 全家把钱抽起来 能不能买他的房子 他见到这一块 会多少人买 所以他们对当地经济 非常了解 就是各个房地产老板 非常了解 还不一 就是干这还要活下来 他就必须非常熟悉 当地的经济环境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最好能 最好能请教 当地发改委的人 最好可以请教到 发改委这一块的 因为他可能比其他 部门的人 对当地的宏观 非常非常了解 就是其实有时候 我发现 去了解个省 最顶尖的水平的 还是各个省的 一个是中央发的 各个地区 关于各个省的发展规划 其实还是最顶级的 然后这是省自己发的 各个省的规划 然后就是一种反不规征的阶段 你再回过去我头看 你就先从一个无知的人 沉到下面去 再回头看 哇是真的有水平 你是通过开直谈会的方式 看什么 做谈会 第一个是你要去现场 看各个工厂 看工厂 了解当地人的收入 现场去问 去了解 然后最有代表性的 一般是教师 教师的收入是 最有单地最有代表性 还有一些 普通工人的收入 第二个就是大量的 去跟他们反弹 然后大量的记录 记录你反弹的内容 然后他们会告诉你 各种各样的观点 而且很多有些人 本地的观点是错的 你还要去核死 能举个例子吗 比方江西人 他跟你说了一个观点 你觉得刚一听 似乎有道理 但是呢 他们有局限性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去禅州的时候 江苏禅州 江苏禅州有一条护城河 那个河 然后我去禅州 本地人告诉我 这是那个护城河 这是古代的运河 然后我就记录下来 是古代的运河 文章发出去以后 一个禅州人就反对我 他说 我是本地禅州人 这不是运河 这是我们禅州的护城河 然后我以为我错了 然后我把它 把它留言淡出来 结果后来 我又去问其他禅州人 他们告诉我 是运河 他那本地人搞错了 本地人也经常 搞错信息 那你一般 比方说你在 你在江西这个省 考察大概需要用 多长时间 一般一个省 你走返他 大概要七到十天 实地走返 最好是把所有 重要的城市走一遍 所有重要的城市走一遍 见简单地的 就是懂经济的人 也有些专门研究 这个我刚刚说的 那三种职业 不一定是死板的 多问 多请教 然后不同的人 说说观点 其实不一样 但是你要从中 找出宏观的主的逻辑 宏观的主 也主线逻辑 然后再把这些宏观 主线逻辑 你再去读 读单地发干净 发的很多各种信息 然后你慢慢就能领悟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特别是有什么信息 很重要的 就是产业分布 他特别会提到 这种东西叫产业分布 所以我一直主张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很多文章里面 我主张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国家 人民到底富不富裕 并不是由 并不是由一人一票 这种东西构成的 也并不是由 三分分离构成的 老百姓富不富裕 是他有没有好工作决定的 就业问题 就业问题 在什么产业就业 产业的发展水平 对 在宏观布局当中 所处的位置 对 就是看你 每个市 每个省 它准备好什么产业 然后中央会 掉多少钱 来建这个产业 为了维护这个产业 它会绣多少路 其实都是维绕这个产业 去做的 然后这个产业 会解决多少人的就业 然后我再说一个 我的感悟 就是根据我看到的数据 我们中国GDP 好像是67% 是国企创造的 这个数据可能稍微有一点错误 大体上不会 不会操作范围之外 大概是这个数据 民企创造的GDP 比国企低 但是 国企创造的就业 没有民企高 这是个什么现象呢 我以前也不懂 到后面去大量的周团以后 我就突然发现了 是这么回事的 国企创造了大量的工业 解决了工业问题 比如说很多大国企 比如矿产 能源 大量的问题 就创造了工业 工业外围 就会创造了 相当多的第三产业 以及其他的产业 就比如说 你只要有一百万人 做工业 那么就必须产生 一百五十万人服务 有理发店 有雪糕店 有餐厅 然后有书店 然后有什么游戏室 就是大概有一百五十万人 到两百万人 围绕这些工业 在服务它 而工业是核心 然后再在一百五十万人之内 又有一拨人 是其他产业的 所以核心在工业 然后延伸出去 那么延伸出去的这一部分 就是民营企业 然后国家就把很多重要的 核心的产业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身体 去用国企去创造 一个又一个的追赶 就是我们产业上的追赶 因为国企 国家的力量 才能做得那么快 那么迅速 所以中国这些发展过程 是一个国企 加民企的过程 国企为主 民企在外面 国企是主要的输出 民企是在做辅助的 你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就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过去常说 国有经济为主体 对 因为它是搭起了一个架构 没这个架构 你全摊 有这个架构了 你浮着在上面 有所福利 有所浮着 有所发展 带动解决就业问题 如果没这个主体 你就谈不到 但是现在你注意到吗 很多理论家 很多市场原教制主义者 拜西方自由主义 思想为大师的一些人 他们不承认 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动摇 甚至国企 你要把挣钱的这个东西 你分给这个民企 甚至搞了混改 就越是挣钱的国家的这个骨干 动脉 要分给 要这样 私营的经济混进来 然后说 这才叫改革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这不是傻子干这种事吗 但是这件事讲不清楚啊 我是 所以你这个考察 你甚至可以把各个地方的国企 单立一个项目 各省 各国企发展 然后单立一个项目 相信这个作用太大了 太重要 我是在考察的过程中 不断的去看数据 才慢慢领悟这个地方 就是慢慢的想到这些问题 因为 其实中国现在还是把工业的核心 放在了 尤其是大工业的核心 还是放在了国企手里 然后在民企去做 去做其他的创造就业的 相对轻松的下来的工作 你刚才说这个GDP的事情 好像现在很多人也不这么讲 他们没 他们说的数字 我一下记不清了 他们说民企创造GDP 要比国企多得多 你是说吧 大部分是国企吗 而且我看的数据是2020年的数据 那是很新的吗 2020年数据 去处处呢 国家全民部门发布 全民部门 我就明天发的文章就 你说你这么小小的年纪 记得80后 在我们这个年纪人看来 这个孩子 而且你那么艰辛的童年 然后那么 求学过程那么艰难 实际上是个农民工的 出身的身份 你怎么会有这样强的宏观意识 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问过这个问题 你再跟我们说 你怎么会胜出 这样一种问题意识 这种高度 包括这个眼界 也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好奇 当然 其实也不是什么 很高的高度 我只是 我只是用通俗的语言 说出来 也不是 我不承认这一点 我觉得能说出来 一定是想明白了 我自己也是一辈子了 想不明白 他算是说不清楚的 好了 这期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期我们请卢克文 接着给我们讲 万里江山土 他的所走 所思 所想 还有呢 他的那些自己谦虚 但其实很重要的结论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